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公司的主要类别 可以划分为办公用品技术家具 第二 我们公司以办公用品获利最高 高达76万 在刚刚的棉里面 我们大概约列可以知道说 各年的平均利润 大概维持在60万 所以接下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就是家具类利润太低了 刚刚我讲的这些 应该也可以当作是问题 所以它那个主要产品 也是一个重点 那到底办公用品的 哪一个纸产品卖的获利最高 所以请问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往下做 甚至你把这个叫做纸类别搬到这边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办公用品第一 最多的是收纳具 可是这边有没有看到办公用品的收纳具 还有家具里面的书架跟椅子 它三足鼎立 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这一项 这不就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这条线是零 所以美数跟桌子它是负利润 那既然是负利润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对不对 这就是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麻烦请你们现在把这个纸类别搬到坐标轴 这里类别的下面 它就形成了上下接的关系 但是建议你们做报表的时候 这个折起来 这个折起来 其实这个类别 它累加起来 其实也可以达到这么高 可是就因为一个桌子 整个把它拉下来了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只要做两个动作 一个是这个纸类别请你搬下来 然后接下来把饭封用品 这种缩小技术缩小 只要留家具 方便去说明桌子这件事